俗称五爪背的原车曲蛤 为南方四岛代表性的大型双壳背类 常见它们张着壳缝 伸出华丽的外套膜 车曲蛤的外套膜上的颜色都来自于共生枣 因此每只车曲蛤身上的颜色都不尽相同 体色红白相间的纵带弯线味 它们喜欢在珊瑚礁表面 张大眼睛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看看是否有食物或天敌的出现 双带乌尾东 习惯以惊人的数量在珊瑚礁之间悠游 犹如庞然大雾或者巨大的鱼墙 横更在海中 而深鱼科的鱼类更是此处海域常见的巡游者 不同的种类也单独 三两成群 甚至是数百以上的大型队伍 出没在珊瑚礁的水层之中 南方四岛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 反映出生态系统的稳定程度 各种生物之间互相交互作用 彼此维系着巧妙的生态平衡